想过整网自己 想过 只是把他杀了 那是1994年2月13号的一个傍晚 还有几天就是农历的春节了 成都市的汪家拐派出所里 走进来一个略显慌张的中年女人 当被值班民警询问时 女人一开口就让民警十分的震惊 听到这个情况后 民警立即查阅了相关档案 据了解女人名叫蒋春芳 材料显示她的丈夫张广忠 在一年前突然离奇的失踪了 而当初来向警方报案的 也是这个叫蒋春芳的女人 紧接着这个女人又说出了 让现场民警更为震惊的话 他说当初她的儿子和女儿 谋害她丈夫的时候 她就在现场 而且也参与了其中 而谋害张广忠的行为和提议 都是她年仅20岁的女儿 一手策划的 随后警方立即对蒋春芳的儿子和女儿 进行了抓捕 由于蒋春芳来警局之前 她的子女并不知情 所以对这对兄妹的抓捕也十分的顺利 那么悲剧发生的那一天 他们的家庭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那是1992年6月份一天的晚上 张广忠一家人 正在一种紧张且压抑的气氛中 吃着晚饭 可是刚放下碗块 张广忠已经瞌睡到抬不起头 之后还是儿子和母亲一起 将他扶到了卧室的床上 这一沾床 张广忠就憨声大作 沉沉的睡了过去 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 且不说张广忠从来就没有早睡的习惯 就是这样清静的夜晚 在他们的家里也极为罕见 张广忠是个暴力倾向非常严重的人 因为白天要去工作 到了晚上酒足饭饱之后 往往就成了他对妻儿施展暴力的时候 此时的蒋春芳还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女儿张俊早就策划好了的 之后一直坐在一边 对父亲的异常完全无动于衷的张俊 就像母亲和哥哥坦白说 是他在做晚饭的时候 往父亲的饭菜里单独加入了安眠药 母亲听了张俊的话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如是重负般的长叹了一口气 张俊的哥哥也表现出了躲过一劫的表情 可是接下来张俊看了看他的母亲 又将目光转向了他的哥哥 然后意味深长的说 以后我们家里都要想这样清静好不好 据张俊的哥哥回忆说 当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妹妹那充满邪恶和杀气的眼神 让他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颤 他瞬间也明白了张俊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母亲的附和最终也促成了三人观点的统一 不过让蒋春芳母子至今都不能理解的是 张俊为什么要主动调解这件事情 其实在他们家里 张广中唯一没有打过的人就是张俊 而且平时对待张俊的态度也还不错 况且在事发之前 张俊因为工作原因已经搬出去住了 平时也只有节假日的时候 才会回家住上两天 所以直到被审问期间 蒋春芳母子俩还统一口径地认为 张俊之所以谋划了这起惨案 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母亲脱离苦海 不过让人非常意外 在张俊的亲口供述中 却是另外一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 他对张广中的憎恨 起始于他还在青春期的时候 张俊记得那一天张广中 从外面给他买了一件新衣服回来 并且让他穿上试一试合不合身 张俊高兴的回到房间里 很快就把衣服换好了 当时正值蒙动时机的张俊 虽然明显觉得张广中的举动 有些过火了 但他还是自欺式的劝告自己 说附近的举动 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可是直到不久后的一次遭遇 让张俊彻底看透了张广中 那张龙龊的嘴脸 那是一天晚上的深夜 张俊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醒来后 他朦朦胧胧的 就看到了张广中 坐在自己的床檐边 看到他醒来 张广中帮他掖了掖被子 然后转身就走了出去 而那一刻 张俊蜷缩在被子里的身体 已经止不住的瑟瑟发动 因为在他清醒之前 他清晰的感觉到了 有一双粗糙的大手 伸进了他的被子里 那一天晚上 他的眼睛没有再合上一次 而那一次的遭遇 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知道 即便是告诉了母亲和哥哥 他们也拿自己的父亲没有办法 后来张俊故意找了一份 离家较远的工作 就搬到外面去住了 之后每当回家短住的时候 他也都是把房间的门顶得死死的 窗帘拉得透不过一丝的光亮 而即便是这样 张俊还是经常会在噩梦中惊醒 长期以来的不安全感 以及对父亲那种纠结的憎恨 使他一直处于一种危险的情绪之中 慢慢的一个无比邪恶的念头 在他的心里逐渐的幻化成性 直到1992年6月12号这一天 张俊主动要求来做晚饭 并且把事前准备好的安眠药 夹到了张广中的碗里 在说服了母亲和哥哥之后 三个人合伙无死的熟睡中的张广中 随后他们趁着夜色匆匆掩埋了尸体 几天以后 蒋春芳还扬装丈夫突然不辞而别 到当地派出所报了失踪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 母子三人都不约而同的 对这件事情闭口不谈 而就是在1994年2月13号的下午 一个突发的状况出现 让蒋春芳毅然决定 去到了派出所自首 顺便还检举了自己的儿女 原来那一天 蒋春芳正在家里准备着连户 一个熟悉的邻居突然找到他 说一年前的那天晚上 他看到了蒋春芳母子埋尸的整个过程 而且要向他勒索6000块钱 否则的话 就要去派出所举报这件事情 最终张俊兄妹因涉嫌故意杀人 分别被判处了死缓和无期徒刑 而考虑到其母亲的自首情结 以及前居有功 最终蒋春芳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12年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蒋春芳的刑期早已结束 并且还找到了一个老伴重新组建了家庭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不敢去探视自己的儿女 尤其是女儿张俊 因为毕竟他的减刑 是靠着检举自己的儿女得来的 而张俊也确实是一直理解不了 母亲当初的决定 为了让这对母女各自打开心理上的枷锁 监狱民警经过努力 最终促成了他们母女相见的机会 那么这对相隔十几年未见的母女 初次见面又会是怎样一番的场景呢 中间好吗 好 你想不想给我来 想你来也来到 来不到你也来 你买你来到几块包 你拿不出你 怎么 哎呀 那我想起来 你先看一下 给你解决的时候 你不高兴 不高兴 我做的 搞什麼事